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证你越淘越多 感兴趣的宝宝请继续往下看吧 今天早上起来脸好肿啊 我灌了两杯黑咖啡 然后刚才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REF啊 所以现在呢先给脸部做一个按摩 小小肿快一点 双管齐下 熬夜是真的很容易水肿 所以宝宝们一定要早睡 现在好丑啊这个样子 好像也就这样子了 那就开始上底妆吧 那今天呢想要脸颊两边呢 稍微有一点水润润的感觉 所以妆前呢用MAC的这个Strope Cream 像这种滋润型的妆前呢就举步上 然后点拍 像眼下这种部位呢 我们的手法就用弹钢琴的手法 弹弹弹弹 弹奏语维温 好接着我们来上粉底 今天粉底用的是Double Wear 我用的色号呢是EN0 PORCELIN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尤其像大姨妈快要来的前几天会食欲特别的旺盛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大姨妈来之前你的内膜在脱落嘛 你的身体感应到你会大量的出血 你就会很想吃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 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真的很怕长肉的话 我就去拿一个苹果吃 就是解馋吧 而且苹果是不容易胖的嘛 这个是我自己就是控制我食欲的一个小方法 就是上了一层的一个效果 好上完粉底液呢 我先来上个润唇膏 最近很爱用DHC的这个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它就是有那个橄榄油精华的嘛 好 接下来我们来遮瑕 今天用我的宝藏遮瑕盘 先来遮一下黑眼圈 开旺地的刷子真的都还挺好用的 它的刷毛做的都很历史 然后我脸上一些比较红的痘印呢 用的是CT的这个遮瑕笔 它上面是个海绵头的 就挺好上遮瑕的 但是它这个设计有一些不太好用的 就是很容易留下来 所以这个口子这边就被我用的很脏 比较大的痘印啊 就可以这样子 上上去 那最近皮肤真的还挺干的 所以我在定妆之前呢 会先用一个定妆喷雾 把脸给打湿一点 而且在定妆之前先上喷雾 然后在定妆的话 也是可以提高我们妆容的持久度的 用的是Urban Decay的All Nighter 然后在喷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就是距离远一些 然后可以喷的时候就是上下这样子喷 今天定妆呢用的也是我的老朋友 Fenty Beauty的紫色散粉 定妆呢我还是用到海绵蛋 把它按压到皮肤里面 这样妆容会更持久一些 而且像新年一般去拜年啊什么的都还蛮早的吧 就是早上很早的时候 你的妆呢就得持续一天 所以用Baking的定妆手法呢 也可以提高一下我们妆容的持久度 好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 今天眉笔呢用的是直昆秀的这个旋转眉笔 我们新年嘛画一个自然的然后细细的眉毛 就画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轻柔的 一个比较自然的眉型 然后保留一定的毛流感 看上去比较乖一些 今天用到的眼影盘是3CE的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玫瑰色的九宫格 我们还是老样子用一个打底色给眼皮做一个打底 然后这个打底色我们也可以上一下在卧蚕这边 因为后续我们会提亮卧蚕嘛 可以做一个打底 好用这个最浅色打完底之后呢 我们用上面的这个米色 这个颜色还挺自然的 是那种橘粉橘粉的一个蜜桃色 不是很容易显严肿的那种 接着呢我们用中间的这一格烟粉色 来加深一下我们的韵眼 接着呢用旁边的这个橘棕色 再加深一下眼尾的韵染 这一盘真的每个颜色我都好爱啊 好好看 这个呢就换一个小号的火苗头的眼影刷 主要是加深上下眼尾的韵染嘛 同样也是从眼角开始 同样还是每画完一步呢 都用这种大号的眼影刷整体的韵染一遍 然后我们油浅入深 接着呢再用一个红棕色加深一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发财色 加一点在我的眼睛上 最后呢我还会用一点这种深棕色 拉长一下我的眼线 好因为我们用深色的眼影已经拉长了我们的眼线嘛 所以我们的眼线部分呢就用眼线笔 跟着刚才我们眼影上的部位稍稍的往后延长一些就好了 接着我们来画卧蝉 卧蝉呢首先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眼影刷 沾取一点阴影粉 然后画在我们的卧蝉下方 今天的提亮呢打算用的是一个戴莉拉的眼影亮片 这个是有一点粉粉的一个颜色 好好看哦 笑起来 哇好闪哦 最后呢我们就画一下下睫毛 下睫毛呢我会先用一个打底膏 是Kate的这个打底膏 刷一下 我是属于下睫毛比较短的人 所以我一般刷下睫毛都会用一下打底膏 今天用的睫毛膏呢是汤霍的这个银管 这个好好用的 这个是很能刷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而且它头是这种粗粗的刷毛也很短 用来刷下睫毛特别方便 好我们的眼妆差不多就完成了 接下来来修容 修容还是用到的我的老伙计BBIA的淋巴 太爱用了 首先来修鼻影 山根啊和我们的眼眶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是这样子的一块部位 所以我们要注重修的是这一块凹陷处 要把它上上我们的阴影 这样才会显得更加立体 在修鼻梁两侧的时候可以用这种Z字型的手法 鼻头呢就是一个B字 然后脸颊处的阴影呢 换这种大的点平刷刷 这一块这样修下去 表间脸很肿 多修一些 下面就有一个弧度把它上上来 这样就会显得下巴尖一些 下巴尖的内侧也不要忘记 哇 感觉比刚才化妆之前的那张脸 瘦得有十斤吧 嗯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个人非常敬奋的腮红环节 那今天的腮红呢 用的就是非常非常元气的一个颜色 是SUKU的115色 雪红雪红的一个颜色 它是高光和腮红混在一起的 发出来的腮红呢 是很有光泽感的那种 颜色最深处我想放在 就是项骨外侧这一块 然后慢慢的 暮染到里面 啊 这个腮红色我真的好好喜欢 好乖哦 这个颜色 你看到吗 好 最后来化唇妆 今天呢打算用到两个产品来叠涂一下 首先是Bossier的一个唇膏比 偏橘调的一个 接着呢用到的是一个 我最近很喜欢的 YMF的水光唇釉 这个颜色是Deep Down 是一个 嗯 比较深的一个红棕色 然后主要呢把它叠涂在我的嘴唇内側 好 我们大致上整个妆容就完成啦 好 那今天的妆容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越来越美 越来越开心 当然也不要忘了来多多看我的视频 我是希卡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